以前他們的祖先看到石板一匹一匹 就像爪的鳞片和蛇像蛇的鳞片 那也是就地取材 以前我們北地人用鎚子起床 用土起床 用草子起床 我們也是就地取材 他們在山上這種的酒頭很多 他們也是就地取材 這是第一件 第二件他們看 一匹一匹 他們從山上打蠟 看著那個村來 像蛇的鳞片 而且太陽一光芒一照射 他們起床就是頭目起床 貴族 勇士 起床起來一尾百五十 他們的山上看 哇 像一條蛇 而且屋頂的板很亮 就像蛇的鳞片 他們起床的當中 他們第一代 第一代 現在都拆掉了 這是第二代 他們起第一代的房子 他們有一個幾季 他們起床 因為怕野獸 而且怕天災 他起床 要到他們的客廳的時候 要起三站的樓梯 為什麼要 地穴而居 他三站樓梯 你跟我有完事 你來我家 你一定會打頭 他會打頭 他會打頭 下樓梯 我打頭就把你打頭 第二點 你怎麼會打頭 第二點 第二點 他就是這樣 你跟我沒有完事 你是跟我的朋友 你來我家 你要對我家的主人 尊敬 你要打我的腰 然後再下來 表示對我們這個家族的理解 這樣了解嗎 他們有這個作用 去第一代 石膀梯的時候 一間樓樓樓 沒有房間 沒有客廳 沒有廚房 都沒有隔間 一間樓樓樓 也沒有隔間 也沒有隔間 做輔助 這是第二代 第三代 你看看 機梯切的 要不要多多 往直直看過去 不是 也是平板 高的前面那間 機梯切的 有沒有 比較多 比較多 第三代 第四代 那個管管的 管管的 管管的 那是太爐 這樣黏起來的 裡面是鋼骨的 鋼骨的 鋼骨的 所以他們這些石膀 還有很多人問我 石膀梯 請問 等一下 等一下 看這個就是石膀梯 看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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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這邊一下 不用放開 一下 來這邊 目會 搜尖 在這裏 看這邊 部发 bees 陣紀錄 bat 收oted 甚至